今天我想拍一條airms unboxing 這條影片是計算上一條airms haul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我想宣傳一下 我終於開通了小紅書 如果住在中國大陸的你 記得追蹤我 甚至在香港的你有時候要去中國大陸公幹 追蹤我 因為我會跟instagram同步 因為我也明白有時候很難看到instagram 如果你們不知道我一直都有微博 如果未追蹤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小紅書和微博 在這條影片最後也會講一講 give away得準者的詳情 如果有參加我give away的朋友 麻煩在這裡追蹤 真的謝謝你們的支持 每一個留言都有看 如果對奢侈品有興趣的朋友 也知道airms這個牌子 跟其他大牌子 例如chanel、lv、gucci 是不同的 因為他們的包包比較難去得到 所以這條影片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experience 還有我也有問到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的shopping experience 所以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能你們也有一些經歷 大家開心分享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馬上開始了 我期待了很久 很想用它 但留在現在一起unbox 開始了 好緊 為什麼這麼緊 好了 開了這個蓋子 它有一個價錢牌 它有一個價錢牌 猜不猜到現在有沒有頭緒呢 有沒有朋友猜中呢 而且這個盒就是這麼多 它另外也很細心 有一個紙 穿它佔著 好了去到精髓了 我們 顏色是粉紅色 我最愛的粉紅色 相信大家都猜中了 因為我也有看到每一個留言 而且謝謝你們參與 真的很多很多留言 這是它的帶子 所以猜不猜到呢 就是constant 我看到很多朋友猜中了 就是這個 這個是constant的銀扣 這裡有一塊布 是一個斜背的袋子 有兩邊的帶法 可以這樣背 短身 或者整長 像它一樣的 這個尺寸是mini 它們最小的 而且它的皮 其實是叫evercolor 因為我上一段影片 我說了evergreen 我忘了是聽錯 還是記錯 我沒有再去上網搜尋 其實上一段影片 我說錯了 這個跟我constant的long wallet 就是同一個皮 短一點的 不是最硬的那一隻 但也不是最 delicate的那個 這個就是它們的中間 開的方法也是跟銀扒一樣 所有constant都是一樣 就是這樣斜斜的 對 粉紅色很漂亮 而且是我最喜歡的那隻 淺粉紅色 裡面有兩大格 這邊比較大格 比旁邊這邊 而它旁邊還有一個 放一些卡片 一些東西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 而這邊旁邊也有 對 而後面 完全沒有pocket 旁邊 很漂亮 第一次看到constant 然後它上面是這樣 而它的繩子完全不能調整 只是一個尺寸 而近看這裡寫著hermes 也是用銀色字印的 超級漂亮的這個 而且真的比較軟 皮革 所以也要小心一點 不過它不會說 易刮花的這個 這個constant的尺寸 有點像chanel的square mini 尺寸 因為這個其實比較方方的型 而且也是類似的 還有其實我真的喜歡 一些比較方形的包包 而且我喜歡有它這個肩帶 因為方便一點 unboxing 就到這裡 對 有哪位朋友猜中 在開始講我的experience之前 也想講一講 如果你們不知道 我其實是住在美國的洛杉磯 所以我現在講的經歷 也是在美國 而且是在Beverly Hills 那間的hermes 因為我聽說 不同的hermes 或者不同國家 或者不同地區 其實都有分別 在Beverly Hills 這一間的hermes 我分別用過兩個SA 第一個SA 是很久之前 四年前左右 可能三年前 也不太記得 我買了Garden Party 其實是橙色的 那時候那個SA 馬上有 也覺得它很友善 但那時候我不是太喜歡Hermes 你們也知道 我很喜歡LV和Chanel 到現在其實也一樣 當時買完我的Garden Party 也沒有怎樣再回去買 直至到這一年的幾個月前 我對這個Aveline非常有興趣 因為那個Mini Aveline 我買了很多實色的那個 然後進回店 然後我找回當時 買Garden Party的SA 找得回 SA還在那裡做 後來我問她有沒有Mini Aveline 後來她說沒有 後來我當時買了兩對客人 她說如果有貨的時候 再通知我 她們的通知方式有點有趣 我不知道只是Beverley Hills 這一家才會這樣 還是全部Hermes 因為是非常嚴重的 她們不可以發短訊 只可以E-mail 或者聊電話 兩個方法 而且在E-mail 裡面是不可以發照的 如果是Constant 這麼難有的款式包包 是完全不可以發照的 一定要親自進去 但如果可能說手繩 比較容易買到的 就可以 一直都沒有收到通知 我第一個SA 後來 我真的很想要Mini Aveline 超級喜歡 因為Instagram 每個人Fashion Vlogger 也有一個 而且真的我一杯茶 後來我 剛好經過Beverley Hills 用來做Facial 打算找回我 第一個SA 因為我比較Loyal 如果我買那個SA 我通常用回她 但那天原來她沒有上班 後來 我真的很想知道有沒有 然後我看到一個SA 其實兩個都是Asian 後來第二個SA 幫我 然後她很Nice 超級超級Nice 那時候她在做東西 她說你等我一會兒 再幫你 然後我沒問題 我in a rush 後來她幫我 塗電腦 因為他們的店真的沒有 後來她塗電腦 看到另一間店有 然後幫我order 然後送到我家 因為Aveline 不是像Constant Birkin 可以送到她家 然後覺得她非常好人 因為我第一個SA 都沒有幫我上網看其他店 但這個SA很好 我遇到這個SA之後 我就一直跟我第二個SA買 之後就沒有跟我第一個SA 而我那一次的visit 我買了一些chokers 一些手繩 我當是choker去用 還有Happy那一隻 然後又買到一雙鞋子 我印象記得 第二次回去 我回去的原因 我記得有一個Aveline 還有其實我是經開那邊 因為其實她可以寄給我 但我剛好經驗 順便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chokers 那個... 後面印著MS 還有前面的MS 總之是有點 調轉了 就是upside down 所以我也想問問她 所以我就... 經開那邊 就stop by了 後來呢 那天 也是... 買了一些chokers 又是 有沒有買鞋子 好像也有買鞋子 有...有... 是買了鞋子 但要order給我 因為沒有... 店裡沒有size 就在另一間店裡 那天我也買了constant的長銀包 還有那條chain 還沒買單的時候 然後我的sa就問我 就問我 有沒有哪一個包包 我是想要的 然後... 其實我一直都... 沒有想著買constant的 因為我真的一心想著買Evelyn 因為真的很喜歡這個款 然後她問我 而且我也不是太敢問 其實因為... 都知道他們... 就是... 不是太容易有 而且我也不是... 怎麼說呢 好像沒有chanel那種吸引力 就是chanel看到就... 哇...很想要 一定要買 但是... Hermes對我來說 也是那個... Evelyn 就是... 很有這個... 很想要的感覺 後來她就問到 然後我就說... 很難有的 我想要那個 然後她說... 你講吧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一個constant 然後她說... 你想要畫什麼顏色 因為其實... 聽說... Hermes的sa 最流行問你... 你喜歡哪一隻顏色 就是給他一個名單 然後我就跟她說... 粉紅色 黑色 然後... 青色的顏色 就是比較容易襯衣的顏色 不會太奇怪的顏色 就可以了 後來她就說... 好... 幫我留意一下 然後到第二天 我剛剛買完之後的next day 然後... 她就打給我的sa 然後我... 通常很少聽電話 其實我... 後來她email給我 就說... 有一個粉紅色的constant 然後... 超開心的 後來她就問你什麼時候可以來 那些 後來我就預約了... 因為我... 旅行 所以我就預約了下個星期 那些 然後她維持那個袋 那個日程很有趣 然後... 因為... 這些... constant Kelly Birkin 是比較... limited一點的 而且... 所以... 我看這個包包的時候 是在fitting room裡面看的 而且他們... Beverly Hills的setup 是fitting room旁邊 也有另一個room 比較大一點 但是那時候正在使用 所以我就用這個fitting room 然後... 後來她就展示了這個給我 好像很secret 完全是超級secret 而且... 是第二層 知道是粉紅色 而且她說了什麼leather 那些... 其實已經知道是... 這個買硬的 然後... 就是這樣 然後... 那天我也買了東西 就是泳衣 還有... 又是一些chalkers 那些 現在有買開MX的朋友 都知道你要買到某一個金額 她才會提供Constant Kelly 或者Birkin 給你 然後...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 有時候是例外的 真的... 有時候一走進去問她有沒有Birkin 或者有沒有Constant 她就馬上說有 就提供給你 但是這個case 非常罕見 金額裡面 買的東西 聽朋友說就是皮具 就是不算的 但是這件事 我就不肯定是否 因為... 其實我也買了很多皮具的東西 就是... chalker那些其實也是皮具 然後... 我買了鞋 鞋可能也算進去 就是我在思議中 一個城市的MS 也是不同的 就是... 我聽說那個... 就是... 大約1比1 的 甚至去到1.5 我的意思是... 假如那個包包是100元美金 你要買到100元美金 或者1.5的話就是... 15000 就是15000 的美金 她才會提供那個包包給你 所以就是... 然後聽說Beverly Hills 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始終很多學旅行明星 還有比較多有錢人 對比起其他不同的州份 為什麼那些州可能 沒有那麼多明星 還有... 沒有固定的客人 比較旅遊性的 比較多一些 那些MS的店舖 所以不需要說1比1 可能那個金額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 就可以有到這個Constant 或者Kelly Burkett 這樣 差點掉了 還有Constant 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RMS的二手市場 那個resale value會這麼高 Burkett Kelly 還有Constant 因為要經過這些過程 不單止要給包包的價錢 可能要雙倍給其他配貨的價錢 這樣 還有可能有些朋友也不想 好像... 有點像遊戲 一個遊戲 所以會直接去扣入二手 或者幫一些... 可能personal shopper去買 到最後一個結論 也聽過 MS有錢也買不到 這番的話 我覺得不是真的 其實有錢就買到 但是要買很多的配貨 但是也要看看你的SA 但是多數正常的話 應該... 你買到差不多價錢的話 他也會提供給你的 但是... 這個買MS 也是一個比較... 真的比較昂貴的購物 對 不同Chanel和LV 如果你喜歡的話 他會立即提供給你 我覺得MS的商業手法 也蠻成功的 如果在老闆的位置去看的話 但如果去員工和客人的話 就不太好 因為其實有一點點像... 賣車 你要經... 你要問過你的Manager 還有一件事是... SA其實要經過Manager 要問過他 覺得這個... 客人很有potential 要說一番話 才會提供到包包 出去 真的有點像買車 Manager可能可以說No 那些 不是SA想給你就有 而且他們經常想你回來 不會馬上提供一個包包 給你 等你下次再訪問 因為他們想你再買東西 進入這個心坑 對於一些有錢人 或者很成功的人士 什麼都買到 好像沒什麼挑戰性 然後這個有一點點難關 雖然如果你真的買個配貨 很多時候他們也會提供你 但不同一點 比起其他品牌 而且我印象中沒有 其他品牌也是用這個手法 愛個人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們曾經在MS買過包包 我也想知道你們的經驗 或者你在MS做過的曾經 可能在其他國家也好 也想聽聽你們的經驗 到公布Giveaway得獎者的時間 麻煩你們去我的社交媒體 小紅書 微博 instagram 和facebook page 我會寫出得獎者的username 我也會在你的留言 reply你的 麻煩你在reply我 在youtube留言 寫你的電郵 之後你就要傳電郵給我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這樣溝通 verify是你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讚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小紅書 好吧 bye bye